来到104财经科专题研习 今天是8月9日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视频 见到今天低开6点后 大市早段反复向下跌189点 不过之后曾经有升过205点 不过升势也很快不保 美段持续很淡拉锯 欠搜2万关收市 收报203点 跌42点 跌0.2% 国资方面收报6794点 跌26点 跌0.4% 科技收报4295点 跌40点 跌0.9% 大市成交金额方面 今天有820亿元 虽然内房和物馆板块 未有明显的起色 不过我们就见到 碧桂圆服务收报14.7 会升4.1% 亦是今天表现最好的蓝手股份 与之同时 我们也见到一些 本地地产股份 和煤炭股等等的板块 亦是相对表现好的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 我们专题研习的环节 请准备Kelvin出来 哈啰 来到专题研习的部分 我们今天要来看看 这个专题 刚刚刚 Kelvin问 你今天不写logo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的logo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是信达生物 如果大家不认得这个logo 或者不认得这个英文 可能认得这个数字 没错 不是110 是101 101 上达生物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做医药的股份 但是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有留意过 他们现在的业务发展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 很厉害 直接已经去到很厉害 你先说 我就发现 在现在一个比较谨慎的投资气氛当中 大家可能会较为看好的行业 要么就是新能源车 已经一系就是这些医药股份 都算是这样 因为大家会认为 这些类别的股份 或者公司 基本上 是不会去承受打压的 你都是要去扶持 还有比较少受外在的事情影响 算是 它本身的需求都是足的 大家都是需要医药的 就不一定要去看外围的经济环境是怎么样 这些都算是必须的 我们必须要发展的东西 其实在信达生物方面 最近有引入了新的投资者 不是新的投资者 是新的合作伙伴 但是说到他们新的战略合作伙伴之前 也先看看信达本身的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条涵盖 除了癌症、代症、自身免疫系统等等 主要治疗领域的32款新药 这些药 令到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创新药物的产品管线 这是他们本身的优势 在2022年 刚刚第二季 信达有7款药品是获得批准的 而这些获批的药品 也令到他们第二季 取得总产品收入是超过10亿元的人民币 并且也令他们获批商业化药品的数量是一直增加的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生物科学股份都是没有盈利的 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 因为他们可能在做研究 对未来的前景 可能有很多很乐观的看法 但是你一天是没获批的话 其实它也很难辨然 但是信达生物一直都有新药去获批 只是第二季都有7款获批 令到他们商业化的产品组合 是有所谓的放量的增长 以此为前提 还会引入新的战略伙伴 这个战略伙伴就很厉害了 这间蔡诺菲公司 是全球第五大的制约公司 是一间法国公司 是以什么计算的第五大? 他们的销售? 应该说是市值 应该是 总之是全球第五大的制约企 总之是很大的外资公司 是法国公司 至于有多厉害呢? 这间公司 其实今年的表现都不错 就是这间投资内的公司 由于他们第二季度的表现很强劲 令到整间公司上调了 2022年全年的业绩指引 这么强劲? 本身他们每股的盈利 预算是个位数字的百分比增长 现在最新预计已经到15%了 真的挺厉害的 是的 现在这个环境 是每股盈利 这间公司的强劲 至于他们和信达生物的合作方面 是有两方面的 是 首先他们有两种新药 共同研发 就是癌症药物 总楼管线药物 就是在国内合作研发 他们会一起合作开发 以及他们会一起将这些药品商业化 没错 第二个战略合作 就是 蔡乐菲将会入股 用一个日价的价钱 去入股 到信达生物 日价是多少呢? 其实真的日价很多 因为一 你要公布 差点不是公布 就是今天的收市价 信达生物今天的收市价 是35.75% 但是它的入股价 日价是去到42.42% 哇 足足是一个 几乎是10元 几乎 但是 42元这个水平 信达生物 是高过7月头 见过的高位41元 嗯 再上一次说 他们有去到42元 其实是已经说 那个日子 是耐到已经是今年年头的事情 要追索回年头 是的 2020年的年头 我看那宗新闻 就是说他们的日价的时候 就正确是 就是当日 他们宣布的当日 那时候的日价是2.9% 都非常厉害 没错 他主要是会向蔡洛菲 即信达生物会向蔡洛菲 去发行合共5,700万股的新股 会占了公司扩大后股本的3.73% 总额就是3亿欧元左右 刚才也说了日价是非常大的 他说了这一笔的资金所得 主要会放在日常业务的营运那里 并且希望两者合作 就会有两款的肿瘤药物 是个肿中之肿 希望可以去开发到一些新的好的药物 就能够去丰富信达 他们刚才说的那个产品组合 他们的产品管道 以及可以帮他们提升现金的状况 希望是一个加成的作用 因为现在看回 刚才我们也说的信达 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多产品 现在还有一个好像强而有力的合作伙伴 会令到他们的前景更加可观 其实看回大行他们的研究 有些是说到信达自己本身 虽然我刚才说了好像有很多好的消息 但是他们的毛利率和消息 暂时都是偏低迷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们依然很憧憬未来的这些合作伙伴 可以带来一些效应 可以令到他们的发展更好 所以即使指出了他们的毛利率 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 都给到他们有买入的评级 以及又调升到一些目标价 很夸张 你说起目标价这件事情 我看了一些报告 例如招商证券出的一份报告 他看好信达身物职头 目标价给到90元 刚才我跟大家说 今天收市的业价是35元 他给到他去到90元 即管看着 好 拭目以待看看有没有去到这么高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